周二凌晨纽约曼哈顿华部附近 麦迪逊街80号的一家电动车行发生火灾 造成多人死伤 当天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车行内已经一片焦黑 大量烧毁的车辆及配件都被堆放在人行道上 消防员则在拆除楼上破碎的玻璃门窗等 早些时候 纽约市消防局NYPD称 起火原因应该与电动车锂电池有关 事发地附近的居民表示 这里平时人来人往 店铺生意很好 没想到竟发生这种事 昨天晚上有听见爆炸的声音 昨天晚上有听见两声爆炸声 在12点20分 我的在街睡觉睡觉 哇 煙霧很厉害啊 厉害的没办法睡啊 就是想起来 哇 因为我这全天 昨天三点多星围街 这很恐怖啊 真的很恐怖啊 回到整一夜都没办法睡 生意很好的 生意平时真的非常之好啊 想不想到 想都想不到 现在发生了 有知情者称设施的建筑内住的大多数是老人 住户人数有很多 加上房屋老旧 楼梯狭窄 遇到安全问题 很难及时撤离 另一方面从车行的招牌看 店主是一名华人 但他当天并没有出面 据悉 离电池电动车很受外卖人员 尤其是华人外卖狼的欢迎 店主的朋友表示 大多数外卖狼会使用正规的电池配件或充电方式 正常驾驶的电动车也很少会发生爆炸起火事故 截至周二下午 调查人员仍在现场寻找火灾的详细起因